哈喽大家好 昨天呢我搭了一个炉灶 然后今天准备搭一个囊坑 搭囊坑的话 它选位置也是特别重要 不能搭在盆下面 因为会把盆熏黑 由于这种技术活 我实在实在是做不来 所以今天还是辅助大叔 干一些利索能及的事情 以前只知道囊很好吃 但从来都不知道囊坑是如何打出来的 今天终于有机会 能够见识到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囊坑已经快做好了 然后跟我们的梅沃尔茨大叔一起按一个 囊坑的囊坑 手印 然后这个囊坑呢 就取名叫民族团结囊坑 哈哈 我的词汇液好像有点熟 然后现在我们先去大叔一起按手印 我作为一个新疆人 烤肉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接下来我要为我的小院打进一个烤肉炉